乐乐假期旅行社突然停业 那么截至今天下午5点 消费者协会接获的投诉增加到了58起 涉及金额增加到144338元 小额索长亭告诉记者吴良祥 截至昨天共接获了9起索赔申请 乐乐假期旅行社突然停业 顾客的行程泡汤 短期内无法取回定金 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对消费者保障的关注 目前美国和澳大利亚规定当地旅行社 把营运资金和顾客支付的旅费分开管理 只有在顾客开始旅程时 才可动用旅费支付给国外旅馆 餐馆等供应商 而所有账目必须定期审计 审计费用大以及旅行社生意减少都是问题 行政方面它有很大的负担 就是费用然后整个审计那一块就做得很紧密 以前很多时候都是跑去旅行社去定一个配套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上网了 上网直接跟酒店直接跟航空公司直接订那个配套 这个不会增加我们的成本 因为我们公司一向来都有一个审查机制 那些小型的旅游业者可能他们必须有政府的协助 消费者协会建立旅游局 规定业者为顾客投报 但业者和学者都有所保留 一间旅游业者拥有就是一年出境的旅客5万个人次的话 那如果是每个人必须附加一元的话 那等于是5万元的额外成本 旅行社他们竞争非常的激烈 就是有些客人 我们新加坡人也是有些客人为了5块钱6块钱 也愿意就是转到另外一个旅行车去买配套 每一个配套它的那个利润大概就5%5到18%而已 消费今年共接到213起同旅游服务相关的投诉 去年则有1900多起 比起前年多将近40%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